大家好,欢迎收看大嘴今天为您带来的精彩视频 台湾富豪有三妻四妾的例子比比皆是 甚至在19世纪90年代 娶妻娜妾一度成为一个男人有钱有能力的标志 而且那时也是大众承认且接受的事实 不会受到法律制约和道德谴责 通常男主人在世时妻妻尚可相安无事 但男主人一旦辞世 各方妻妻儿女之间的心仇旧恨就一股脑的冒了出来 更何况是钱的战争 跌宕起伏的剧情比八点档还要精彩 多数富豪在辞世后虽然有子女争夺遗产的事情发生 但起码后世还是很体面的 毕竟入土为安是传统习俗和对逝者的尊重 但今天要介绍的这位富豪 临时后两方子女未争遗产 竟将父亲遗体放公寓里达七年之久 曾吓哭邻居家的小孩 最后在政府强制下才草草下葬 这位悲惨的男主人就是台湾著名富豪蔡成 蔡成当初之所以发迹主要是因为房地产 2007年台北县改为新北市房地产大涨 尤其是捷运三重站 由于未处新庄县及职场县交汇 临近捷运一带的地价涨幅超过三成 每平的价值达到了200万元 房价也来到每平40万元的高点 当时持有附近大笔土地的人 就是有三重地产王之称的蔡成 而他的身价也跟着突破百亿 平时行事低调 鲜少在镜头前曝光的蔡成 在新北市的房地产业界 可以说是无人不知 无人不想 除了三重区的土地外 他在新庄 林口 土城一带 也有投资的房产 持有的土地总数高达上百笔 另外 他在台南还有几十甲地 就连日本 越南也有他的房地产 银行等事业 作为一个大富豪 蔡成的感情生活 自然也是多姿多彩的 出身张化县 大城乡的他 20岁就与青梅竹马的沾姓大房结为连礼 退伍后 蔡成到一家汽水厂 当宣传车司机 进而劫持了担任会计的陈姓二房 后来他带着怀有生育的二房 一同北漂到台北打拼 起初 蔡成在工地开挖土机 二房则做内衣手工铁补家用 二房临盆前 大方还北上与他一同照顾二房 1974年 政府推动十大建设 蔡成看准商机与弟弟菜部及朋友 合资买进中古挖土机 整修后再卖出 凭此赚到了人生的第一桶机 之后 他成立了一城建设机械公司 并与幸福水泥公司合作 专攻建案及大型工程 也因此结识了乘两船 并和对方成为了好友 不过 真正让蔡成进入营建业的关键 是当时台北县西纸的龙山林开发案 这个建案原本是石信的开发案 后来因石信爆发超代弊案 改由三重邦成员之一的林荣三接手 前台北县议会会长陈明雄的保固营造 陈亮传的幸福水泥及蔡成的公司 也加入了新团队 1997年 二房二字从美国返台 不熟悉台湾股市的他却和前省议长刘炳伟搭上线 一起炒作老牌食品公司 上德实业的股价 结果却意外变成了持股三成的大股东 蔡成为了替儿子解围 只好亲自下海操牌 入主上德成为董事长 不过上德的财务状况实在是惨不忍睹 即使有蔡成的加入 也只是苦撑到了2002年 最后仍黯然下市 之后蔡成担心债权人会扣押公司负责人 名下资产 因此陆世江旗下英媒建设和望德福投资等公司的股份 以及上德名下大批土地 全部转移到成新二房名下 知情人士说 2007年蔡成向资产管理公司买下上德的债权 同时取得债权让语证明书等文件 其中一份由台南地方法院发出的债权凭证 陈良船竟被列在债务人名单中 让人傻眼 他还指出文件显示 陈良船与蔡成共同在2001年替上德 开立了一张2亿4千多万元的本票 被债权人要求清偿 在这期间 有专业人士解释说 之前并未听说陈良船曾加入上德的股东团队 因此外界大都认为 应该是蔡成向陈良船调度资金 陈良船情义相挺 才会让自己也被列为欠钱的债务人 而这份差缺凭证 后来也转为成新二房名下所有 没想到蔡成生亡后两年 成新二房 既拿着这张2亿多元的债权凭证 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要求查扣大方及其子女分得的遗产 这样原本就对遗产分配比例 有意见的大方子女更是火大 大方子女认为 陈良船明明也在债务人名单上 为何二房会对他提出强制执行的申请 他们甚至怀疑蔡成生前与陈良船在越南等地 又合作不动产银行等相关事业 但是后来皆由二房接手 陈良船可能是怕影响到双方合作关系 蔡与二房联手打压大方子女 直到大方子女对二房名下所有公司 提出要求检查账目财产的诉讼 法院才数次传唤陈良船出庭作证 看到陈良船拖着年近八旬的身躯 在法庭上如实阐述公司的状况 也证实了大方子女的股东身份 才让大方子女对他放下心中的怀疑 只不过就算陈良船证实 大方子女有资格调查公司的账目 法院也予以裁决 但二房却仍不愿配合 法院最后只能以公司法 对相关公司采取三万到五万元不等的罚款 为讨公道 大方方面不排除未来继续传唤陈良船出庭作证的可能 知情人士无奈的说 大方在公司上可以说是完全溃败 二房的文件资料都合法 但就算是这样 我还是认为夺给大方一些空间比较厚道 但大方子女却认为 当初赛程是因为二房子女的缘故 才会担任上德公司的连带保证人 并欠下巨额债务 更何况 后来以二房名买回债权的钱也是蔡成出的 但二房却在蔡成过世后 以此债权凭证要求 查扣留给大方的遗产 等于一债多套 让大方子女无法接受 此外 蔡成留下了一块位于林口的七千多坪的土地 有两千多坪是大方所有 但所有权状及硬件都在二房手上 二房还将大方名下的多块土地拿去向银行贷款 虽有按时缴付相关费用 但这些动作都让大方及其子女 无法自由处理名下土地 等同于无效继承 更是引起了大方子女的不满 事实上 在真产事件发生之初 蔡成的弟弟蔡布也曾对媒体表示 蔡成名下的资产有九成在二房手上 大方可以说是一无所有 他曾传话给二房 看是否能够再做商量 但都未获得回应 后来请陈两传 前立委许登公二人出面沟通 仍旧无下文 大方方面最后才会选择提告 蔡成北上打拼之初 大方二房原本同住一个屋眼下 后来蔡成进入营造业逐渐发迹 大方二房才各住一屋 蔡成本人平时和二房同住 每年只有除夕才会全家共聚 只请有时透露 蔡成在过时之前的除夕业 曾经对全家人说 家业那么大 不要计较的那么清楚 团结才会有力量 但如今子女为了遗产 对不公堂 还把他生前的好友 陈两川牵扯其中 蔡成若地下有之 恐怕也会叹息不已 相较于大房和二房 争夺遗产的事情 蔡成遗体久未处理一事 更令人感到毛骨悚然 据悉 蔡成于2009年10月车祸去世后 当时不少诸户对于他的棺木 长期提放于社区一楼 无法接受抗议不断 甚至有诸户直言 每次经过就觉得不舒服 甚至还会挤鸡皮疙瘩 更有诸户说 家中幼儿每到晚上就苦恼不休 怀疑是被煞到 他们还因此集体向新北市政府 相关单位称情 希望他们能够介入处理 时任新北市议员的郑金龙 和曾任三重市民代表的蔡成的弟弟蔡布 都曾出面协调过两方子女 希望让蔡成入土为安 但过程并不顺利 两方子女为了上百亿元遗产 仍僵持不下 2015年的时候 新北市警方现以社会秩序维护法 对大方长子开罚3000元 但棺木依然未下葬 直到2016年 新北市政府名证据将新北市殡葬行为 及公立殡葬设施使用管理自治条例草案 送进议会 明定临时超过半年不下葬 市政府将强制代为火化 还要处以罚款 由于官方权利的再次介入 加上蔡布以家族长辈身份持续施压 蔡成的两方子女 才在当年的7月19日 举办完简单的告别事后 终于让蔡成入土为安 有知情人士还称 进居当年开罚单的时候 蔡成五个儿子纷纷表示不服 向新北地院三重简易亭提出了异议 大方称预定目的不合法 无法下葬 以另行立地 二方则称下葬遭大方阻挠 但法官认为该说法 劫匪正当理由而驳回 多年来 两方子女在新北地院高院 依然有多项征产诉讼 互有输赢 除此之外 还有数件至今仍在审理中 看过蔡成的一生之后 再去看待富豪的生活 不禁令普通人感到望而却步 蔡成毕生光鲜不假 但是逝去之后 在两方子女不尽人情的 遗产争夺战中 其遗体又惨遭冷治欺眠 实在是让人无奈 可惜蔡成奋斗一生 却连身后事都无人贴心处理 其实在台湾富豪中 几乎每个家族 都会发生子女 争夺遗产的情况 或许这也是富豪家族的常态 旁人无法体验其中的无奈和心酸 这样的富豪生活 相信是多数人都不愿意经历的 还不如踏实过好当下的日子 先凭自己努力赚到钱再说 最后只希望蔡成来世 能寻觅到真爱的伴侣 养育出孝顺的儿女 不要再像今生这般凄惨了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欢迎大家在评论中留言 告诉我你最喜欢的明星 说不定下次视频就是他了 同时可以关注一下 大嘴的Facebook 大嘴鱼记 更多精彩资讯 尽在大嘴鱼记 敬请关注哦